有男友经常问我 这个松树壳怎么发酵才好 我今天就把自己发酵的方法跟大家讲一下 松树壳经过这样发酵以后 会很好用 先准备一个可以密封的塑料袋 然后你就可以把松树壳砍碎了 砍碎准备好 装到这个松树壳 这个松树壳里面 我的发酵方法是用那个尿素 就是含量在46%的 含量在46%的那个尿素 把这个松树壳装好以后 这个袋子不要漏水 一定不要漏水 不要有破洞 有密封的 如果你有那个菜籽饼 还有那个茶枯饼 也可以放一些到这个袋子里面 一起发就要效果很好的 准备一些尿素呢 大概是兑水浓度我是一比三百 比平常奢肥的浓度是浓很多 一比三百 像这样一袋松树壳的话 大概我这个盆呢 一盆到两盆水多可以 多浇一点也没有问题 把尿素兑水以后浇到这个里面 尿素预水加温呢 它会分解成氨气二氧化碳 还有缩二尿 它呢可以杀死这个细菌和虫卵 所以不需要再加这个杀菌剂和杀虫剂了 没有必要的 完全没有必要的 有些朋友我看到的视频上讲 松树壳发酵要加这个杀菌剂 多菌粒什么东西 完全没有必要的 夏天我这样做的话 这个袋里面这个温度能达到七十多度 它完全可以杀死那个一切的虫卵 就那个细菌是吧 这样呢 然后把这个袋子呢 多滚动几遍 滚动几遍呢 这个里面这个尿素液呢 就能均匀的渗透到松树壳里面 再把它那个摆在外面呢 接受太阳晒就可以了